人家读书要钱 这松一辰要命 小姐 陈先生来了 陈先生 这什么西北风 把您给吹来了 贺素素 三日后的出事 你若是进不了前三明 我便将那一夜之时告知官府 好自为之 先生 您先坐下来听我说 你看我 我真的已经好好努力在读书了 但是 这读书仪式吧 它不是一朝一夕 它就能学得会记得住的呀 你就放过我 你觉得呢 我才去了几天学堂啊 你就让我考入前三 要不然 要不然 你报官吧 反正抓我 早死早超生 既然你愿意 那 我现在就带你去报官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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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开玩笑的 我要是不怕死的话 我还读什么书啊 你好自为之 你家宁 怎么读书 是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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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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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